可是萨达姆绞星前的真实影响 并告诉他身边的行星人员 不要给他戴上头套 因为那是有罪的人才戴的东西 他把掉落的一瞬间 一带枭雄就此落幕 那么萨达姆明明有能力逃到国外 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长按点赞回应带你一起来看一下 萨达姆背后的机密 时间回到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夕 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在电视机发表演讲称 如果萨达姆愿意在48小时之内放下政权 并离开伊拉克 我们就不会攻打伊拉克 这是萨达姆第一次逃亡的机会 但萨达姆听到这种话 第一反应就是嗤之以鼻 因为萨达姆对于自己手下的百万军队 是非常有信心的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但没想到海湾战争的爆发 一下子就让萨达姆见识到了什么是科技力量 在美国先进武器的炮轰下 百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 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很快美军就轻轻松松拿下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 见此情况 萨达姆知道自己已经穷途陌路了 便准备带着自己的心性开始了逃亡之旅 但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一举动 最后竟成为了萨达姆被捕的关键原因 如果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肯定会选择逃亡到其他国家 但萨达姆并没有这么做 美军也是在伊拉克国内疯狂寻找萨达姆 但一直没有线索 当然这都是时间问题 但美军不愿意在这上面与萨达姆耽搁时间 因为萨达姆自从逃亡之后 便用着自己的游击部队与美军周旋 试图把美军拖垮 这些游击队不仅对美军造成了伤害 还让伊拉克人民知道 他们的总统并没有离开 会一直和美军对抗到底 很快美军就对伊拉克发布了通缉令 只要萨达姆愿意24小时之内逃离伊拉克 美军就不会再追究 这是萨达姆第二次逃生的机会 但萨达姆看到通缉令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逃亡 而是觉得自己对美军确实造成了一些麻烦 这让萨达姆的信心暴增 并决定继续抗争 殊不知 这只是美军对萨达姆的一个陷阱 因为美军也是在拿伊拉克战场练兵 用来验证信息化战争的可行性 可见美国根本瞧不上伊拉克军队的实力 可惜萨达姆已经被自己的自信蒙住了双眼 还幻想着能够与美军打得有来有回 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 游击队几乎已经被美军消灭干净了 萨达姆见状自己的反击计划已经成了泡影 便开始了逃亡之路 但他依然没有选择逃离伊拉克 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要实施 这是萨达姆绞行前的真实影像 踏板掉落的一瞬间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那么萨达姆为何不在兵败之际逃离国外呢 在消灭萨达姆的游击队之后 美军便开始地毯式搜捕萨达姆 但却让美军一无所获 就在美军都认为他逃亡其他国家的时候 有人将萨达姆的消息传给了美军 原来萨达姆逃亡到了自己的家乡提克里特 为什么萨达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难道是放弃抵抗最后看一眼故乡吗 其实并不是 一方面的原因是萨达姆没想到美军会这么坚决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时 美军已经濒临城下到了巴格达 这让他来不及做任何思考 便还是在国内躲避追杀 而另一方面原因是 国内有一处地方是他所信任的躲藏之地 1959年萨达姆因刺杀伊达克总理失败 便逃到了自己的故乡 提克里特并在这里成功躲避了追杀 在此之后 萨达姆东山再起成功推翻了政权 家乡对于萨达姆来说好像会给他幸运加持 所以萨达姆再次被追杀时 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觉得家乡依然会给他带来幸运 以我们中国人话来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美军也不会想到萨达姆竟然没有逃离国外 而最关键的原因是 没有国家愿意接纳萨达姆 虽然伊朗在国际上强烈谴责美国的所作所为 但萨达姆与伊朗有着血海深潮 两国为此还打过两极战争 所以萨达姆去到伊朗无意识自寻死路 除此之外 其他中东国家也是同样谴责美国 但他们国家的实力实在是不够美国看 想庇护也没有庇护的能力 反而有可能会触动美国的眉头 所以如果萨达姆想要去其他国家逃亡 他只能去到俄罗斯寻求庇护 但连俄方都没有想到 萨达姆的百万大军在美国面前不堪一击 但没有制定萨达姆庇护的计划 伊拉克就已经崩溃了 而且俄罗斯刚经历苏联分解 经济体系根本不足以支撑去庇护萨达姆 所以说既是萨达姆想要去俄罗斯 俄罗斯也不会举国之力去保护他 所以萨达姆想要跑到海外也是不太现实 上述我们也提到了 如果不是有人向美军传达消息 他们是不可能找到萨达姆的 而萨达姆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自己的亲人 他的名字叫穆斯拉特 因为2500万美金的诱惑 导致萧雄萨达姆最终被美军在一处地下室抓到 直到最后才被绞死 没想到萨达姆一直想保护的人民却抛弃了萨达姆 这是卡扎菲被捕的真实影像 在这个下水道 他们抓到了这个反乱不堪的总统 并殴打他 辱骂他 最终被手枪活活打死 那么与萨达姆一样遭遇的卡扎菲 为何也没有选择逃亡到国外呢 当萨达姆被西方处于绞刑时 卡扎菲也是感觉到下一个被美国收拾的是自己 于是卡扎菲主动放弃了核计划 甚至还主动把恐怖分子的名单交到了美国手里 可以说已经向西方服软了 但西方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卡扎菲 而卡扎菲也是没有选择逃离海外 按道理说 卡扎菲已经统治利比亚有40年了 肯定积攒了不少财富 即使逃到海外 一辈子也不用为吃喝所担心 那么他为什么不向海外逃跑呢 首先卡扎菲与萨达姆也是不同的 他已经统治利比亚有42年了 可以说利比亚就是从他的手里一步一步强大了起来 突然离开自己一手打造的王国肯定是不甘心的 而且即使你逃到其他国家 那也是苟延残喘 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控 一旦自己所在的国家被西方策反 那不就相当于羊入虎口吗 这点卡扎菲自己也是能想到的 所以卡扎菲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本以为卡扎菲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能够得到支持 毕竟在他统治的期间 他给利比亚人民带来了财富和福利 而且还有自己儿子统领的军队能够来保护自己 因此卡扎菲还抱有幻想能够赢得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卡扎菲不愿意离开利比亚的重要原因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杀死他的人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人 而是自己的人民 最终卡扎菲被自己的人民一枪打死 结束了这一生 卡扎菲与萨达姆一样都是没有选择逃亡到其他国家 毕竟在外面身不由己 也没有国家愿意接纳他们 所以他们哥俩最终只能在国内苟延残喘 那么观众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